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网红伊根德鱼的最新情况 今天,根据韩国媒体独家报道 前几天以英勇军身份区乌克兰而引起争议的网红伊根德鱼 在进入乌克兰首都Keyu之后 因为判断当地情势非常危机 伊根德鱼等四个人想要重新入境波兰 但是因为他们是没有得到许可入境的乌克兰 所以遭到波兰当局的禁止入境了 目前伊根德鱼等人正在国境附近 处于进退两难的情况了 不是说去打仗吗 真的是只拍YouTube影片后逃跑吗 为了去拍YouTube影片,结果失败了吗 上传那么多IG,我还以为是去录影呢 本来是想适当地在后方安全的地方打发时间 拍一些影片赚钱,之后以战争英雄的样子回国 但是看到子弹炸弹乱飞,觉得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想要逃跑的吧 在波兰国境护送着难民们拍影片吧 不要管丢丢脸,先安全活着回来吧 然后没过多久,伊根德鱼上传了IG 一,我还活着 二,我的队员安全地撤离了乌克兰 三,不要再制造假新闻了,傻XX 四,在完成任务前不会有新消息 五,不要再联系了,每天战斗都很忙碌 这内容也会删掉的 以上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尤嘉艾德以新曲回归后 尤嘉艾德新曲怎么样的天文当上了论坛热搜 我们按照点赞书最多的顺序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与其真的是Legend 看完预告片,有猜测会是什么风格 但是比猜测的还要好 吴吉Legend,明年第一段part疯了 最后合唱部分超喜欢 尤嘉艾德的音乐感觉非常成熟 超越了一般女团风格 真的很像是artist 没看舞台只是用听的也是非常好 我是别家粉丝 明你的B部分真的是Legend 我知道会被倒赞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跟苏金也是非常相配 啦啦啦啦部分 当然以为应该是索元唱的 竟然是舒华 看舞台跟MV就能感觉到又非常努力 超喜欢 连收录曲也没有一首可以放弃的歌 索元真的是天才 确实是 这次尤嘉艾德专辑的收录曲 可是开玩笑真的非常好听 其中收录曲来由中 索元举及黑粉的歌词 也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支持 你妈觉得我是蛋蛋啊 对我不满意 一定要转告她 我也觉得她不怎么样 你先做好自己再说吧 有他妈的礼仪 比起背后说坏话 在面前说会好一些 你应该没那个霸气 不是不行 不可以的韩文是 但是看论坛的话 最近很多年纪小的韩国人 常常会把 所以索元就用这个歌词来 讽刺了那些无脑黑粉们 疯了超喜欢 歌词疯了 能感觉到愤怒 无脑的黑粉们应该会很讨厌这首歌 昨天是男团NEWIST 结束2020年3月15号到2020年3月14号 十年活动的最后一天 而今天是十周年 也是以NEWIST发表最后一张专辑的一天 谢谢成员们这十年来的努力 这十年来带给我们的幸福 希望以后能在各自的领域上 继续走花路 NEWIST十周年快乐 지금까지NEWIST了 感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 by bwd6